我們香港人覺得說廣東話 就是一些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很多時候要寫出來的時候 又偏偏會寫了一些文咒咒的書面語 寫廣東話的時候 腦子反而要卡一卡 想一想怎樣去轉用詞 用書面語去寫文章或者寫字給別人看 其實多數都是帶種尊敬 或者比較荒蕪一些 其實現實生活中是不會這樣去說話的 如果平時跟朋友去說話 或者寫字的時候 多數都是用廣東話寫字 因為這樣好像比較親切和方便一點 到底為什麼我們會默認正經場合 就應該用書面語 而廣東話就限於日常聊天交流的層次呢? 是不是因為有啞族之分呢? 香港人又有沒有必要去學好寫廣東話呢? 以為廣東話是俗吧 但是原來古語都有魂 飲水吃飯這些用字 古語或古書裡面很多粵語用字 譬如我們現在常見的堅字 飲水 飲水其實在戰國時候 孟子就已經有說過了 冬日則飲湯 夏日則飲水 很明顯就是叫你 夏天飲多點水 同樣戰國墨子有說 居住之不安 食飯之不時 以及飢飽之不節 即是說當時的生活環境 就是食飯之不時 食飯不正時 其實是以前的古代漢語 一直流傳到我們南方 而我們沒有改變 現在仍然是在我們粵語中運用著 即是一個活躍的語言 活躍的詞彙 聽了古語詩詞之後 你又有沒有低俗的感覺 博士就說 語言書寫沒有高低之分 只是關乎於 語言的認受性 是多還是少的問題 而從詞彙 又可以看到地方文化 或者我們正正經歷的生活 有些語言書寫或溝通時 它的認受性相對比較大 所以大家會覺得 它是否好一點 或者是否高貴一點 因為遭遇的人較多 又影響的人較多 用粵語書寫的生活感 是較強 或者我們能夠看到 當中的語氣 會感覺較多 當然有些詞彙是可以交換的 有些詞彙是多少 相對上可以交換到 但是不是所有的 我們粵語詞彙都可以換得到 朱伯是粵語文學期刊 《回響》的總編輯 《回響》名符其實是由第一期出版 已經引起《回響》 主張用粵語寫文章和小說 我理所當然的 我思考的語言就是用廣東話 所以我寫東西的時候 用廣東話都是順暢一點 無論怎樣也好 我們就找朱伯 和我們的記者沙表 看看兩位都是靠文字賺食的人 可不可以交換書面語和粵語 去寫回粵語所說的意思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試試做個註冊 就是如果用書面語寫 好像我們平常說的 用廣東話都可以全身 你現在是否在玩東西 你現在是否在玩東西 不如問他你現在是否在玩東西 我是你現在是否棄龍我 我是你現在是不是搗亂 就是我們理解同一句廣東話 然後寫了書面語 但是寫出來書面語的意思 好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 你們兩個在寫出來的意思 其實有些分別都是 你是不是在玩東西 感覺上比較挑釁的不滿 你不認識不上不下 不扒不上 我可能是不上不下 你自己人真的是卡關 不扒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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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想不到 我放棄人生 可不可以給我看一下 可以啊 是刁...刁兒狼當 剛才是說 想到一個很難的 很有期待 這麼囂張 就出一條難題給你們享受吧 你這份人那麼便宜 做事那麼麻煩 始終被老闆炒了 好 準備 準備 3 2 1 來 你這個人那麼懶惰 工作那麼不認真 很快可能被人辭退 你為人懶惰 做事不負責任 早晚被老闆辭退 這個好像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氣和懶惰 因為氣真是... 你不會說他做事很懶惰 那西又不負責任 做事那西 我會寫工作人不認真 但反而你說 氣和那西 都沒有炒魷魚那麼懶惰 炒魷魚 炒魷魚的魚是很強烈的 炒魷魚又是兩隻手禁住你肩膀 你又拿著紙箱 遲退 你聽下去就... 我打開門 請你走 你慢慢走 這次也算是新鮮一點的體驗 我都沒有想過這麼困難 你做事這麼傻 忽然那麼麻煩 遲了被人炒魷魚 這句這麼普通的說話 原來已經可以跟書面有很大的分別 就這樣看 我們看就好像... 需要更多資料才知道 究竟那個語氣是怎樣 但廣東話就... 真是日常用 所以一看就知道 這是怎樣的語氣 經過測試之後 我們發現 朱白和曬錶 用書面語和粵語交換寫出來的句子 都沒有粵語原句的純粹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我手寫我口 粵語入文寫回我們想說的意思呢? 粵語入文現在面對的困難 除了難以擠身嚴肅場合或文學之外 就是懂得讀、不懂得寫 我覺得最難是不懂得寫出來 因為不懂得寫也會避開它 例如我會覺得譬如寫敏症 他很敏症 用書面語就會寫他痕生氣 但是他很敏症和他痕生氣 是兩樣東西 敏症是想發脾氣的 想生氣出來的 但是他還在醞釀 先不要煩著 不要吵 我反而是會鼓勵大家 你有少不懂寫也好 尤其是你不肯定寫法也好 音差不多 寫下去先頂著 因為你作為一種寫的語言的時候 你無可避免一定會影響 你講的部分 你講的部分也無可避免會影響寫的部分 有些字你寫得多一點的時候 你講的時候都自自然會講得多一點 但有時你不用這些字 它們慢慢就會消失 你作為香港人 其實這個世界上就很少人 可以說你廣東話寫得不好 反而是怎樣再衝出去 不單是社交媒或作為一種日常交流的語言 去到例如一些文學的層面 一些公文的層面 或者一些荒蕩的層面 是的 經過一連三集 從講到寫 我們的記者西表 有沒有學好了廣東話呢 我覺得學好廣東話這件事 不是一時之間可以立即學好的 因為語言這件事 每天都會有不同 每天都會有變化 所以要學好廣東話這件事 其實可能要用整世人的時間才會學好 可能只會明天的我 會比昨天的我好一點點 因為我們有很多媒體 希望你能接近一些域 在香港的風評 就是我們來的 我覺得我們要用來的 但是我覺得你們要用來的 太陽花了 你們會不會說 就是我們會不會說 learners會不會說